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第五期加更版中,导师团守在门口送别淘汰的姐姐,被淘汰的叮当第一个走出大门。 杜华看到叮当出来后,相意识说了一句话,怎么会是叮当呢?言语之间颇为惋惜,看到叮当哭得很伤心,眼泪不断往下掉。 杜华还温柔地伸手帮叮当擦眼泪。 有细心的网友留意到,杜华帮叮当擦完眼泪之后,结果又把眼泪擦毁了叮当的衣服上。 杜华一整套洞子下来,非常行韵流水,连当事人叮当都没有察觉到。 对此,网友们纷纷表示,这太敷衍了吧,塑料姐妹情啊。